现代职场已经步伐以事业为重的女强人,也因此产生了不少的圣男圣女,女主基亚就是个典型的黄金圣女,对除了工作以外的事情都不感兴趣,一次她在一架飞机上邂逅了男主卡比尔,让基亚感到意外的是这个看上去铁骨铮铮的硬汉,竟然眼泪汪汪的害怕到发抖。 原来卡比尔十分害怕坐飞机,她以前每次坐飞机都是母亲来安抚她,然而母亲早已去世,为了安慰卡比尔,基亚紧紧地握住了她的手,下了飞机后身处异乡的俩人开始了交流,很快基亚发现卡比尔有一些古怪。 虽然卡比尔有个很有钱的老爸,还是工商管理的高材生,但他的梦想却是当个家庭主妇,他表示十分不解,一个大男人不出去工作,却要在家里吃白饭。 卡比尔反驳说,凭什么男人就不能在家里做家务,你这样说是看不起在家做家务的女人吗? 没想到基亚渐渐地被她给说服了,一段浪漫的恋情就此拉开序幕,没过多久,俩人就决定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。 他们决定调换家庭角色,基亚的妈妈十分看不起卡比尔,认为她这是准备吃白饭。 卡比尔的爸爸也对儿子的不争气而恼怒,所有人都认为卡比尔应该找份工作,而不是当一个靠女人养活的无能主妇。 虽然周围的人都对他们议论纷纷,但基亚和卡比尔还是坚持结了婚。 婚后,基亚出门工作赚钱养家,而卡比尔则坐镇家中主持家务,还无意间发现保姆趁他们家没人。 在他们家里和男友做羞羞的事,看来是个为了虚荣的女人。 卡比尔警告了保姆,然后继续为妻子研究着各种美食。 渐渐地他们的生活走上了正轨,基亚的工作越来越顺。 以此公司为了庆祝拿下案子,举办了庆功宴。 而基亚准备邀请同事们来家里做客。 庆功宴开始前,卡比尔却发现基亚跟同事说他是个作家。 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?难不成是以卡比尔为耻吗? 基亚害怕伤害到卡比尔,只好答应他在派对上跟大家公开真相。 没想到同事竟然主动介绍自己的妻子给卡比尔认识。 就这样卡比尔当上了妇女之友。 一天房东突然拜访了他们,原来房东准备卖掉房子,这样的话他们必须搬出去。 卡比尔为这个家花费了很多心血,他十分不舍并决定将这里买下来。 但基亚的工资还不够他们买房。 为了能够买房,卡比尔开始精打细算,为了挣钱还给社区妇女们做健身教练。 好不容易刚刚挣够钱买下房子,基亚却意外地怀孕了。 受到惊吓的卡比尔立马买了好几个验运棒,一同实验过后才发现只是虚惊一场。 重返职场的基亚不久后就晋升为副总裁,成为了光芒万丈的职场精英。 当电视台主持人问他为什么会成功时,他说是因为背后有一个人在为他打理一切,而自己只需要专心工作就好。 主持人好奇地采访了卡比尔,没想到卡比尔竟然因此走红。 公司的同事也由最开始嘲笑卡比尔,变成了由衷的敬佩。 之后卡比尔被多家杂志和访谈节目邀请,甚至连基亚公司的广告都邀请他来拍摄。 卡比尔再以另一种形式变成了成功人士。 面对这种转变,基亚却开始吃味了。 俩人就这样陷入了冷战,之后基亚去美国出差,俩人也打算用这个时间冷静冷静。 原本卡比尔为了家庭着想,决定拒绝所有的访谈,但他的节目被一个政治家给注意到了。 就在他被邀请去见这个政治家时,基亚的妈妈却因为低血糖住进了医院。 联系不到他的基亚从美国跑了回来,俩人因此大吵一架。 基亚觉得卡比尔是在利用他让自己成为名人。 原本该在家里的卡比尔,现在却因为宣传家庭而远离了家。 俩人的关系面临破裂,愤怒的基亚将卡比尔赶了出去。 失望至极的卡比尔离开了,交还了基亚给的一切东西,这时基亚才开始后悔。 在妈妈的劝导下,她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,她立马赶去卡比尔的那班飞机。 就像俩人初始那天一样坐在卡比尔身旁。 只不过这次俩人的角色对调了,这次是基亚在卡比尔面前哭泣着。 她真诚地请求了卡比尔的原谅,而卡比尔也接受了她的道歉。 之后他们依旧过着以前的生活,但他们会比以前更加珍惜彼此。 这个故事来自2016年上映的印度电影《他和他的故事》。 影片强调了男女平等,不管是做家务的男人还是女人, 都不应该被世人所忘记他们为家庭的付出。 这在印度电影史上实属难得。 当今社会虽然大多数人都强调平等, 但很多人都属于自我歧视的阶段。 不仅男人歧视女人,女人自己也歧视女人, 而很多事业学历底下的男性也在遭受着歧视。 人们能意识到这种歧视,但却不会做任何改变。 平权不该只是嘴上说说而已, 应该要拿出实际行动去证明。 好了,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,咱们下期见。 谢谢。 感谢观看